新加坡旅游局放宽对本地旅游团的限制 参加徒步 脚踏车 以及滑皮滑艇的旅游团的人数 从5人增加到10人 旅游局也透露过去一个月收到了47份 来自旅游业者和导游的副业申请 其中36份已经获得批准 可以恢复运作 记者吴立新报道 这家旅行社约两个星期前获得了旅游局的批准 推出到牛车水 小印度 张义机场等 八个景点的徒步旅游团 上个周末就举办了三场 除了遵守五人一组的限制 业者也采取测量体温 分发消毒洗手液等安全措施 业者表示由于反应热烈 来临长周末已收到至少三个预定 目前也只开放让同一个家庭或相识的朋友参加 至于这个COVID-19的原因 我们也决定不做拼团的方式 就是说不要找太多的不同公司来参加 旅游局发布最新指引旅游团人数增至十人 但每一组不能超过五人 而且必须保持一米安全距离 旅游团的时长也不能超过八小时 对于当局的新指引 业者表示暂时维持现有运作 旅游局也说 使用交通工具如旅游巴士的旅游团 则可容纳最多五十人 业者还是得向旅游局申请 并获得贸工不批准才能营业 对于旅游团人数增加